太后 没耐性等瓦里斯 叛国 亦是罪不容诛 她怒气冲天地宣布 而这根本是下三滥的恶棍行径 我用不着那个装枪做事的太监 来教我如何处置恶棍 提利昂从姐姐手中接过信 互相比对了一下 信的内容完全相同 只是出自不同人之手 头一封 佛兰肯学士首到 派西尔大学士解释着 第二封则是寄给盖尔斯大人的 小指头黏黏胡须 史丹尼斯林他们都寄 那不用说 七大王国里每家贵族 肯定都有一封 我要把这些信统统烧掉 一封也不留 索西表示 绝不能让任何一点风声 传到我儿子或是我父亲耳中 我看老爸而今听到的 只怕不只是一点风声而已 提利昂冷冷地说 想必斯丹尼斯早就派了鸟 去凯颜城和赫伦堡 至于把信烧掉 有什么意义呢 更所谓覆水难收 寄出去的信 已经收不回来了 何况 说实话 信里写的 其实没那么糟 瑟西转身 睁大 那双闭眼怒视着提利昂 你到底有没有脑筋 你有没有看他写了些什么 他称我儿子为南童俏夫里 还竟敢指控我乱伦 通奸和叛国 难道他说错了吗 瑟西明知这些指控完全属实 却依旧做事如此 真叫人大开眼界 倘若我们打输了这场仗 他应该转行去演戏 他实在是很有天分 斯带尼斯需要借口 来使他的叛乱合法化 你指望他写什么 乔福利王子乃我长兄之嫡子和合法继承人 我将势必起兵与之争夺王位 我绝不许别人骂我仓妇 哎呦 干嘛呀 姐姐 他可没说詹姆付你钱呢 提良 我将装腔做事的读信 看到了一些琐碎的文具 凤城真主 明光照耀 他念叨 这真是奇怪的措辞 咳咳咳咳咳 这句话时常在自由贸易城邦的书信和文件中出现 他的意思就类似写于诸神见证之下 这里的真主指的是红袍僧信奉的神 我相信这是他们的习惯用法 记得前几年瓦利斯说 塞里斯夫人似乎着了红袍僧的道 小指头提醒他们 提良谈谈性质 看来他老公也有样学样了 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他 就请总主教 当众揭露斯丹尼斯背弃正道诸神 和合法国王的列 好好好 太后不耐烦的说 但是我们先得阻止这龌龊东西继续散播 发布御令 谁敢说起乱伦 或只称小乔维斯生子 就把谁的舌头拔掉 明智之举 排泄国师点着头 学试尽量随之晃动 荒唐之志 哎 提良叹了口气 拔下一个人的舌头 非但不能证明他是骗子 反而让全世界知道你有多害怕他想说的话 那你倒是说说看 我们该怎么做 姐姐质问 什么都别做 由他们去说 过不多久自然烟消云散 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把这事当成他们为了篡位夺权所编造出的拙劣借口 斯坦尼斯可有证明啊 明明就是空学来风嘛 他上哪儿 他上哪儿找证据去啊 提良朝姐姐露出他最甜美的笑容 话是没错 斯坦尼斯不得不说 可是 陛下 您弟弟 说的没错 贝提尔贝利西 实质交代 假如 我们试图制止谣言 这会显得真有其事 还不如嗤之以鼻 反正不过是个可笑的谎言 同时呢 我们可以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索尼斯打亮了他一眼 怎么个还至其人之身 编个同样性质 但更容易取信于人的故事 斯坦尼斯大人自结婚以来 大半时间都离他妻子远远的 我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换我 去了塞尼斯当老婆 也会这么做 不过呢 假如我们宣传塞尼斯夫人的女儿 其实是和野男人偷生的 而斯坦尼斯戴了绿帽子 您想想看 对于主子的种种丑闻 老百姓向来乐于财心 更何况 是斯坦尼斯贝拉心这种 心高气傲 又严酷无情的主子 他从不受百姓爱戴 这没错 所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回敬他 这主意不错 我们该把谁说成 塞尼斯夫人的情夫呢 记得他有两个兄弟 还有个拜拜 一直跟着他 待在龙石岛 啊 亚塞尔佛罗伦爵士 是他的代理城主 提良 虽然极不愿意承认 却不得不同意 小指头的计谋可行 斯坦尼斯纵然疏远妻子 但只要事关名誉 他就像只刺猬一般的敏感 更何况他天性多疑 如果能在他和佛罗伦家族之间 种下猜忌的种子 对他们有利无害 啊 我听说 他们的女儿生了对佛罗伦家的耳朵 小指头慵懒的摆摆手 有一位 利斯的贸易使节曾跟我说 大人啊 斯坦尼斯公爵一定非常疼爱他的女儿 瞧他在龙石岛的城墙上 为他女儿树立了几百座雕像 啊 大人 我只好回答 那都是石像鬼啊 哈哈哈哈 亚斯坦尼斯固然可以充当西林的父亲 但据我的经验嘛 越是离奇古怪的故事 越容易口耳相传 斯坦尼斯不是有一个头脑简单 脸带刺青 样子特别畸形的弄尘吗 呃 这 派西尔大学士一脸骇然张大了嘴 您该不会暗示 塞里斯夫人跟一个傻子死痛吧 也只有傻子 想跟塞里斯弗洛伦上床 小指头说 补丁脸势必让他联想起了斯坦尼斯 而且呢 最好的谎言里面 往往会隐藏少许事实 足以令听者生疑 你瞧 这个傻子对公主死心塌地 和那小女孩是形影不离 这连他们看起来也有几分神思 那西林不也是一脸杂斑半边麻木吗 这下拍下糊涂了 但那是灰灵病留下来的后遗症 哦 可怜的孩子 那场病在他小时候差点要了他的命啊 我比较喜欢我的说法 小指头说 相信老百姓也会同意 真的吗 他们还相信女人怀孕的时候 要是吃了兔子肉 生出的孩子就会长耳朵呢 斯露出他通常只留给詹姆的微笑 悲天大人 您真是坏到骨子里了 得谢夸奖太后陛下 您 说谎的本领 可真炉火纯青 提量补上的一句 话中却没有思绪那份热情 哼 这家伙远比我所知道的更危险 提量心想 小指头睁着他那双灰绿毛子 对上侏儒大小不一的眼睛 脸上的神色没有丝毫不安 我们都有些与生俱来的本事 大人 太后完全陶醉于复仇计划之中 根本没有注意两人的交流 嗯 老婆跟弱智的弄臣出轨 哦 这样斯丹尼斯肯定会成为全国上下的笑兵 故事不能由我们来讲 提量补说 否则便像编造的谎言了 虽然 事情的真假并不重要 小指头再度提出解答 妓女 喜欢说人长短 而我手上正好有几家妓院 至于酒馆旅店之类 相信 相信瓦利斯一定可以把谣言散播出去 说到瓦利斯 苏西 咒了咒眉 他人在哪里 太后陛下 我也一直纳闷呢 八爪蜘蛛 日夜编织他的秘密网络 派西尔 啥有介事的说 诸位大人 我不信任这个人 他可是 常说您的好话呢 提量推开椅子 站了起来 事实上 他对太监的行动心知肚明 但不能让其他众臣知晓 诸位大人 请容我先行告退 我还有事要忙 瑟西立刻起疑 国王的事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不行 我必须知道 哎呀 干嘛不让我给你个惊喜呢 提量说 我正在为乔弗里操办礼物 一条小链子而已 他要链子做什么 他的金链银链 多的带不完 你莫非异想天开 打算借此收买 焦福利的心 哎呀 何必呢 他的心是我的 就好比我的心是他的一样 而这条链子 相信有朝一日 他一定会格外珍惜的 提量鞠了个躬 摇摇摆摆的走出门去 波龙后在议事厅外 准备护送他回首相塔 铁匠们都在会客室 等候你大驾光临呢 他们一边走过内庭 波龙一边说 哈哈 等候我 大驾光临 那波龙这句话我喜欢 你开口越来越像个朝廷命官了 接下来就要下跪皆知了 操你 诸如 哦 那是雪姨的活 提量听见 谭的波龙夫人 从螺旋梯顶端 亲切的呼唤着他的名字 但他假装没注意 摆动双脚 走得更快 去把轿子准备好 事情办完 我就出城 两名越人不重 守在门口 提量愉快地问候他们 接着想到要爬楼梯回卧房 不禁皱起眉头 每次爬着一大段路 总令他双脚酸痛 卧室里 一名十二岁的男孩 正在把衣服摊在床上 这是他的侍从 Bordrick Payne 这孩子生性过于羞涩 以至于做事 总有些鬼鬼祟祟的模样 提量始终怀疑 父亲把这孩子交给他 根本就是个恶意的玩笑 提量总是简单地 称这孩子为Bord 大人 这是您的衣服 提量一进门 那男孩便垂下眼睛 视线盯着自己的鞋子 嘟嘟囊囊囊地说 拨的就是没办法 鼓起勇气指示你 待会儿接见客人要穿 还有您的项链 手相项链 很好 过来 帮我穿衣服 外衣是黑天鹅绒料子 上面坠满了湿头形状的金色石扣 那条项链则用支支石心金手串联而成 手指与手腕相扣 波德又为他披上一件深红的丝质金边披风 样式特别为他裁制 若给一般人穿 大概只能算短披风 首相的私人会可是比国王的小得多 更无法与王坐厅相提并论 但提亮喜欢其中的密尔地毯 墙壁上的挂饰 以及某种私密的氛围 他刚进门 总管便喊 恭迎国王之手 提亮Lannister大人 他也喜欢这种感觉 波龙召集的这群铁匠 武器师和五金商人 一听纷纷跪下 他爬上金色圆窗下的高位 示意众人起身 啊 各位师傅 我知道你们事务繁忙 所以呢 也不多废话 那不得 麻烦你 男孩递了一个帆布袋 提亮拉开树袋 将袋子里的东西倒出来 金属在毛毯上 发出模糊的 通的一声 这是我吩咐城堡的断工所打造的 类似的东西 我还要一千个 一名铁匠弯身仔细检视 三节粗大的钢链 彼此扭在一起 非常钢硬的链子 钢硬是钢硬 可惜太短 朱如回答 跟我有点像 我要的成品比这长很多 啊 对了 你叫什么 回答人 大家叫我铁肚子 这名铁匠个子不高 长得十分粗壮 身穿普通的羊毛衣和皮衣 但那双臂膀粗得像牛脖子一样 我要均临城里每一家铁铺 都着手打造这种链子 然后串起来 其他工作统统放下 我要所有懂得打铁的人都投入这件工作 不管有没有厨师 是不是学徒 但我起码经过钢铁街的时候 我希望听到铁锤日夜不停的敲打 我还需要一个人 一个能干的人 来负责监管这件事 那铁肚子师傅 你认为你是这样的人吗 就算我愿意吧 大人 可太后要的那些盔甲和刀剑 怎么办呢 另一个铁匠说话了 太后陛下命令我们加紧制造盔甲刀副 为数庞大 据说要给新墓的金袍军用 大人 那个不急 提梁说 先把链子做好 大人 求您原谅 可太后陛下说 谁要不能如期完工 就把谁的双手打烂 这位紧张的铁匠接着说道 而且是用他自个儿的铁针子打烂呢 这是陛下的旨意 真有你的 相信一切办法让老百姓爱戴我们 这种事不会发生的 我向你保证 况且最近铁价越来越高 铁肚子表示 锻造这条链子 需要大量生铁 以及烧火用的焦炭 需要多少钱 只管找贝利西大人 提梁许下承诺 暗自希望小指头 别让他失望 此外呢 我会命令都城守备队 协助你们搜寻生铁 倘若必要 把城里每一只马蹄铁都融掉 也行 这时有个年纪稍长的人走上前 他穿着华丽的银边紧缎外衣 外照一件胡毛披风 他跪下来 仔细检视 体量倒在地上的粗大钢链 大人 他语气沉重的宣布 这充其量 只能算粗活 毫无记忆可言 交给那些打的马蹄铁 坐着茶壶的寻常铁匠 当然没问题 但我是个盔甲大师 大人您别嫌我自大 可这不是我们做的活 我们打出的宝剑削铁如泥 造出的铠甲 般配天神 我们不做这种东西 啊 迪利昂歪歪头 用他那双大小不一的眼睛 好好地打量了对方一番 盔甲大师 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回答人 小的名叫沙罗莲 假如首相大人乐意 小人将无比荣幸地为您打造一套符合您家族地位和官职的铠甲 旁边两个铁匠听罢冷笑两声 但罗莲莲 浑然不觉地继续说道 一套鳞甲您觉得怎么样 鳞片镀上金 亮得像太阳 铠甲本身则漆上代表蓝尼斯特家族的身红彩幼 头盔的话 我建议做成恶魔头的形状 外加两根长筋脚 等您骑马上战场 敌人看了 保管落荒而逃 恶魔的头 提良懊恼地想 这别人把我都当成什么了 沙罗里恩师傅 我打算就坐在这张椅子上指挥战局 而我要的是精致铁链 不是头上长脚 所以我这样说吧 您要么坐铁链 要么带铁链 何去何从 您自己挑 说完他站起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乌龙带着一群骑马的 黑耳不中 守在大门口的轿子边 怎么走 我告诉你了 提良对他说 并让对方扶自己一把 他已经竭尽所能地 喂养这个饥饿的城市 他调走几百名 建筑投石鸡的木匠 令他们修造渔船 同时开放御林 供任何敢于渡河的猎人狩猎 他甚至派金袍军 前往西南两面 征集食物 然而不论他骑马走到哪里 所见依旧是充满控诉 和怨怒的眼神 好在轿子的莲木 将为他遮挡这一切 也让他有思考的余裕 他们沿着曲折的夜影像 缓缓而行 朝一耿高丘的坡脚前进 提良回顾起朝会的情形 姐姐被怒意所蒙蔽 忽略了 斯坦尼斯·贝拉辛书信的重点 既然他手中没有证据 所有的指控自然都无足轻重 真正值得注意的 却是他自称国王 这下兰里会做何感想 他们总不能肩并肩地挤在铁王座上吧 提良漫不经心地将布幕拉开几寸 向外窥视接近 波龙在前开路 黑耳不重 随时轿子两侧 颈尖挂着可怖的人耳项链 他看着路旁民众注视自己 便试图猜测哪些人是眼线 借此自娱自乐 表面上可疑的 却往往清白 我应该提防那些看起来无辜的人 他暗自决定 他的目的地远在雷尼斯丘陵之后 街道又十分拥挤 所以走了近一个小时 轿子方才摇晃着停下 提良原本打着瞌睡 但坐轿一停 他随即惊醒 柔柔 心松睡眼 让波龙把自己扶下来 这栋房子有两层 一楼是石材建筑 二楼则以木头建成 建筑物的一角 拔起一座圆形塔楼 这所房子许多窗户都镶了签 大门口挂着一盏外表华丽 以深红玻璃装饰的镀金球形灯笼 原来是妓院啊 波龙说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来妓院做什么呀 佣兵大笑 有了血衣还不够啊 以营纪的标准而言 他算是够了 不过我现下人不在军中 常言到人小胃口大 听说这里的女人 连国王都眯得住 那小鬼年纪够大 我指的不是乔弗里 是劳勃 从前他最喜欢这间妓院 哼 话说回来 乔弗里也差不多到了这个年纪 这可有意思了 你和黑尔布的人 想来点乐子的话 尽管自便 但我有言在心 沙特亚这家店 索架不飞 这条街上 随便哪家 都比这里便宜 总之你留个人 在这里等我 到时候 他要有办法 把其他人都找到 波龙点点头 没问题 黑尔布中 个个 呵呵之笑 进了门 一位身穿宽松丝衣的 高大女人 正等着他 那女人的皮肤色如黑潭 眼睛则是檀香木的颜色 我是沙牙堂 他深深一具功 尝道 你就是 咱们别谈这个 名字 是危险的东西 空气中 充满异国香料的气味 脚下的马赛克地板 则是一幅描绘男女交欢的图案 嗯 你这里 很漂亮 这是我智力追求的目标 很高兴 首相大人喜欢 他的声音 有如流动的琥珀 掺杂了几许 剩下群岛的口音 头衔也同样危险 啊 提良警告对方 叫几个女孩 出来给我瞧瞧 乐意之痴 您会发现 她们各个温柔美丽 精通各种爱欲之术 那女人优雅的 眩身开步 提良费力摆动 只有那女人 一半长度的腿脚 紧随其后 她们走到一个装饰华丽的 密尔屏风后 暗暗向外窥探 屏风上 雕刻了奇华异草 以及梦寐闺女的图案 机院大厅里 有个老人正以笛子 吹奏轻快的乐曲 一个留着紫色胡须 喝得醉醺醺的泰洛西人 坐在摆满靠垫的壁坎里 爱抚膝上 体态丰满的少女 她已经解开了 少女的蕾丝上衣 正拿杯子 往少女的胸部倒酒 然后用舌头填尽 另有两个女孩 坐在镶嵌玻璃窗下 玩瓦片棋 其中生雀斑的那位 一头蜂蜜色绣发 发际带着蓝色花环 另一个皮肤平滑柔顺 有如磨亮的黑玉 生着一双深色大眼 以及小巧而坚挺的乳房 她们穿的宽松丝衣 用珠子串成的拭袋系在腰间 阳光从彩色玻璃窗流泻进屋 透过轻薄罗衣 勾勾出她们年轻 曼妙的动体曲线 提良顿时觉得胯下 一阵肿胀 如您不嫌弃 我推荐那位黑皮肤的女孩 莎塔亚说 她好年轻啊 大人 她已经十六岁了 给乔夫里正好 提良想起波隆刚才的话 不禁这么想 提良的第一次时 年纪更小 她还记得 头一次脱下女人衣服的时候 那女人羞涩的模样 那女人有一头黑亮长发 还有能让人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的蓝眼睛 而提良果真如此 哼 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诸如 你真是个无可救药的笨蛋 这女孩 从你家乡得来 大人 我女儿体内 虽然流着剩下国度的血液 却是在军林出生的 想必提良的惊讶 形献余色 莎塔亚又接着说 我的民族认为 在青楼卖孝 并非耻辱之事 在上下群岛 闲于床子记忆者受人敬重 许多贵族男女 在春思来朝之后 便会进入花门柳户 服侍数年 借以荣耀天上诸神 这与天上诸神何干 我们的肉体和灵魂 都拜天上诸神所赐 不是吗 他们赐给我们声音 好让我们借由歌唱 表示崇敬 他们赐给我们双手 好让我们通过劳动 兴建妙语 他们也赐给我们欲望 好让我们 透过交合 尊荣 神力 嗯 记得提醒我 把此话转告总主教 提梁说 倘若那话 也能做礼拜 想必我也是个虔诚之人 哈 他摆摆手 我很乐意采纳你的选择 我这就去把女儿叫来 请这边走 女孩在楼梯口 与提梁相见 她比血液高 但比她母亲稍矮 她得跪下来 提梁才能亲得到她 我叫艾拉雅雅 和母亲不同 这女孩只有极轻微的 异国口音 大人请随我来 女孩牵起提梁的手 走上两段阶梯 再穿越一个宽敞厅堂 两旁是众多紧闭的门飞 一扇门后 传来欢愉的喘气与尖叫 另一扇门内 则是嬉笑和低语 提梁的那话 硬了起来 紧紧贴上裤子 再这样下去 可要面子不保吧 她一边想 一边随艾拉雅雅 步上另一座楼梯 来到角楼房间 这里只有一扇门 艾拉雅雅领她进去 然后把门锁上 房里有一张 帷幕笼罩的大床 一个高大的衣橱 上面雕饰着香艳火辣的图案 以及一扇窄窗 玻璃向了签 绘成红黄钻石形态 艾拉雅雅 你真是漂亮 两人独处后 提梁对女孩说 嗯 从头到脚 你身上的每一寸肌肤 都令人惊艳 可是呢 如今 你最吸引我的部位 这是你的舌头 大人 我的舌头被调教得很好 从小就学会 什么时候该用 什么时候不该用 很好 提梁 微微一笑 接下来 我们做什么 你可有好提议 有的 女孩说 大人只需打开衣橱 便能找到想要的东西 提梁轻轻吻了吻女孩的手 然后爬进空旷的衣橱 艾拉雅雅 则在她身后 把橱门关上 她伸手在黑暗中摸索 寻找衣橱后的壁板 板子在她手下开始移动 然后整个被推到一旁 墙壁后空空的漆黑一片 但经过一阵试探 终于摸到了金属 于是她一手握住铁梯 一边用脚找到下面一击 开始往下爬 直到深入街道的地底以后 原本垂直的紧状涌道 方才变为倾斜的泥土隧道 瓦利斯手持蜡烛 正在那里等她 这个瓦利斯和原本那个她 判若两人 这个瓦利斯脸上有疤 头戴有刺钢盔 露出一小座黑色胡柴 硬皮背心外套了锁甲 腰迹系着匕首和短剑 大人 沙泰亚的妓愿 您可满意啊 满意极了 提亮表示 你确定这女人值得信赖 大人啊 在这个变幻莫测 鬼欲难料的世界上 我什么都不敢确定 不过呢 沙泰亚对太后素无好感 她也知道之所以能除去 亚拉尔迪姆这个讨厌鬼 全是拜您所赐 哦 我们走吧 瓦利斯迈开步伐 朝隧道深处走去 她连走路的方式都变了 提亮察觉到了 瓦利斯浑身散发着 烈酒和大蒜的味道 而并非平日的薰衣草香 我挺喜欢你的这套新型头 途中提亮开口说 我的工作不允许我 在大批骑士簇拥下 穿越大街小巷 所以每次出城 我便扮成不同的身份 如此才能活得长久 继续为您下历啊 啊 我瞧这身皮衣挺适合你 下次你就该穿这身上朝 哦 大人 恐怕令姐不同意 我老姐会吓得尿裤子 提亮在黑暗中 微笑 照我沿路看来 她的眼线没跟住我 大人 听你这么说 我很高兴 令姐的手下 多半也是我的人 只是她不知道罢了 如果他们笨手笨脚 被人发现 我可不会喜欢 啊 要是这么憋住一身浴火 大费周章的爬过衣橱 结果半点用都没有 我也不会喜欢的 绝不会没用的 娃里斯向他保证 他们的确知道你在这里 至于会不会有人 大胆到装成恩客 闯进沙太亚的妓院里来 我心里虽不敢说 但小心谨慎 总是没错的 这妓院怎么刚好 有个秘密通道呢 哦 通道是另一位首相挖的 因为自重身份 他不愿意光明正大的来这里 对于这个通道 沙太亚可是守口如瓶 但你却知道 小小鸟儿总往黑暗的通道里飞吗 哦 小心 楼梯抖着呢 他们从一间马厩后面的暗门走出 大约在另一次丘陵下 穿越了三条街的距离 提利昂把门轰得一声关上 栏里有匹马撕鸣开来 娃里斯吹熄蜡烛 将其放上梁架 提利昂环顾四周 马厩里一共有一头驴和三匹马 他跛着脚走到那匹花斑马身旁 看了看马的牙齿 哈 这是匹老马 他说 只怕一跑就得断气 他的确不是打仗的料 娃里斯回答 但用来逮捕足矣 却不会引人注目 其他脊皮也一样 至于那马就小丝马 他眼中所见 耳中所闻 都只有动物而已 太监从墙上钉着的钉子上取下一件斗篷 斗篷是粗布之城 被太阳晒得退了颜色 破旧不堪 唯有剪裁 十分宽松 希望您别嫌弃 说着他为提梁披上斗篷 将提梁从头到脚包裹住 还把兜帽拉了下来 让脸沉浸在阴影中 一般而言 人只会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娃里斯一边为提梁穿衣 一边说 侏儒不像小孩那么寻常可见 所以他们眼中所见 只是一个身穿旧斗篷的小男孩 骑着老爸的马 外出替老爸跑腿 哦 话虽如此 您还是晚上来 比较保险 站好晚宜 往后一定采纳 此时此刻嘛 雪姨正等着我呢 提梁 把雪姨安蹲在军林东北角的一座大宅里 房子住有围墙 离海不远 可提梁不敢去那里探望他 生怕被人跟踪 您骑乃匹马 提梁耸了耸肩 哼 就这匹吧 我来为您配安 太监 自钉子上 取下安佩 提梁 整整厚重的斗篷 焦躁的多步 你错过了一场很热闹的会议 斯丹尼斯似乎自立为王了 我知道 他指控我老姐和老哥乱伦通奸 真不知道他是打哪知晓的 或许他读过什么书 又看到老伯斯生子的头发的颜色 就像爱德斯塔克 还有之前的群恩埃林一样 又或许有人告诉他了 太监的笑声 不像他寻常的咯咯笑 而是一种更深沉 更粗雅的声音 比如说 你这种人 你怀疑我 不 不是我说的 就算是你说的 你会承认吗 不会 但我既已保守了秘密这么久 何必要把他讲出去 七军往上不难 但要瞒过草丛里的蟋蟀 和烟囱里的小小鸟 可没那么容易 更何况 那些斯生子就摆在那里 大家不都看得到吗 老伯的斯生子 他们怎么回事 就我所知 他生了八个 娃利斯一边摆弄安佩 一边说 不管孩子的娘头发是古铜色 蜂蜜色 栗子色 还是奶油黄 剩下的孩子 头发 全都黑的跟乌鸦一样 感情 他们的运气也和乌鸦的消息差不多 你瞧啊 乌鸦弗里 米塞拉和托麦 从令姐的肚子里蹦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的头发都金黄的像太阳 事实 事实不就显而易见了吗 提梁摇摇头 他只需为丈夫生一个孩子 便足以驱散谣言了 但话说回来 那就不像是色系了 不是你说的 那是谁 想也知道 铁定是个叛徒 娃利斯紧了紧马鞍的肚带 小指头 哦 这我可没说 提梁让太监扶他上马 娃利斯大人 他坐在马鞍上 说 有时候 我觉得全军临城里 就属你 算我最好的朋友 可有时候我又觉得 你是我最可怕的第一人 这可奇了 大人 咱们真是彼此彼此 鼠光渗进窗帘之前 布兰便一醒了 临东城到了许多客人 都是来参加丰收宴会的 今天早上 他们会在场子里练习戳刺锚靶 若是从前 布兰定会为此兴奋难耐 但那都是意外发生之前的事了 而今 一切都不一样了 大小娃德 可以和曼德雷大人手下的侍从 切磋枪技 却没有布兰德粉 他得待在父亲的书房里 扮演王子的角色 用心聆听 说不定 你能从中学到 统一他人的技巧 鲁温师父说 布兰不想当王子 他的梦想 一直是成为骑士 善良的铠甲 飘动的旗帜 持枪 配剑 身夸战马 为什么他要日复一日的 听老人家谈论这些 他听着一知半解的事情呢 因为你是个残废 心里有个声音提醒他 安坐高堂的领主老爷 有点缺陷 没关系 大小娃德就说 他们的祖父因为过于虚弱 上哪儿都得坐轿子 但骑马打仗的骑士 就不同了 说到底 这也是他职责所在 你是你哥哥的继承人 是临东城 是塔克家族的代表 罗德里克爵士说 爵士提醒布兰 从前 当诸侯们 前来觐见他父亲的时候 罗伯也都会在场 作陪 两天前 威曼曼德勒伯爵 刚从白岗抵达 他先搭游艇 后乘轿子 只因他过于肥胖 无法骑马 他带来大批手下 骑士 侍从 小领主和他们的太太 传令官 乐师 还有个杂耍班子 旗帜和衣着 耀眼夺目 五光十色 布兰坐在附近的 高贝尔 冰原狼 扶手十椅上 欢迎他们 光临临东城 事后 罗德里克爵士 称赞他表现很好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 那该有多好 只可惜 这仅仅是 开始 参加宴会 是个不错的借口 罗德里克爵士解释 但他大老远的跑来 绝不只是为了 吃片烤鸭 喝口美酒 一定有要紧事 需我们经手 才会这么大费周章 布兰抬头 望向粗石屋顶 他知道 罗德一定会叫他 别载孩子去 他几乎能听到 罗德的话语 听到父亲大人的话语 领东将至 而你已经快成年了 布兰 你有责任在身 过了一会儿 当欧德口中 哼着不成调的曲子 笑容满面的 跑进来时 小男孩已经认了命 在欧德的帮助下 他梳洗了一番 今天 穿那件白色的羊毛外衣 布兰 命令 还有那个银胸针 罗德里克爵士要我穿的 有领主的样子 其实 只要力所能及 不然宁可自己更衣 但 有些动作 比如 穿裤子 系鞋带 很折磨人 有后的帮忙 做起来就快多了 任何事 只要交过一遍 他就能灵巧地完成 穷德虽然 力量惊人 动作 却十分温柔 我敢打赌 你本来也可以当骑士 布兰对他说 若非诸神 夺走了你的智慧 你一定是个伟大的骑士 穷德 穷德眨眨那双 天真无邪的棕色大眼睛 一脸茫然 是的 布兰说 穷德 他直指墙壁 门边的墙上 挂了一个篮子 用柳条和皮带紧扎而成 上面挖了两个洞 以让布兰的双脚伸出 穷德将手伸进背带 并把宽皮带紧扣在胸前 然后在床边蹲下来 布兰抓住墙上的铁把手 摇晃软弱无力的双脚 把他们放进篮子 伸出足洞 呵呵呵 奥德 奥德 奥德重复一遍 站起身来 马童高近七尺 骑在他背上 布兰的头几乎要碰到天花板 出门时 他刻意压低身子 有一次 奥德闻到烤面包的香味 便朝厨房奔去 把布兰的头撞出一个大洞 为此 卢温学士帮他缝了好几针 后来 米肯从兵器库里拿了顶生锈的老旧头盔给他 这盔连面罩都没有 但是 瓦德每次见了就大肆嘲笑 所以 布兰很少戴 他双手搁在 奥德肩头 两人慢慢布下螺旋梯 外面的轿场传来阵阵剑顿交击声和马蹄轰鸣声 这些声音在他耳中都成了悦耳之音 我只看一眼 布兰心想 飞快的看一眼就走 白岗的贵族们将带着属下的骑兵和教头在上午操练 在那之前 教场属于他们的侍从 他们的年纪从十岁到四十岁不等 布兰好希望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 想的心口 隐隐作痛 庭院里立了两个毛宝 每个皆以坚固的支柱为主干 撑着一根回转大梁 梁的一端是盾牌 另一端是家垫的撞锤 盾牌漆成金红两色 象征Lannister的狮子被画得七扭八歪 且早被首轮上场的男孩刺得凹痕累累 坐在篮子里的布兰 刚一现身 立刻吸引了陌生人的目光 好在他早已学会了忽略和容忍 他告诉自己 至少自己事业良好 在Hode肩上 他比任何人都要高 他看见 Hode两兄弟正准备上马 他俩从鸾河城带来了上好护具 闪亮的银铠甲露了兰花 大Hode的头盔是城堡形状 小Hode则在盔顶系上一串灰蓝相间的丝带 他们的盾牌和外衣也不相同 小Hode的纹饰分成四份 除了弗雷加双塔外 还有外祖母克雷赫家的班纹野猪 和母亲戴瑞家的农人 大Hode的四份 则包含了布莱乌德家的鸭树 和北极家的双蛇 想必他们对荣耀求之若可吧 布莱一边想 一边看他们端起长枪 我这个是他可能需求的 却只有冰原狼的陪伴 他们的挥斑战马 行动敏捷 体格健壮 训练有素 两人并肩冲向毛把 利落地击中盾牌 并在撞锤转过来之前 抽身跑开 小Hode刺得比较狠 但布莱认为 大Hode骑得比较稳健 如果能和他们一较高下 他宁愿舍弃无用的双脚 小Hode抛下断裂的长枪 偏见布莱便勒住江上 呦 这匹马可真丑 他对Hode说 Hode不是马 布兰说 Hode 大挖的跑到堂弟身边 是啊 他不比马聪明 大家都知道 几个白岗来的小伙子 互相推脊 笑出声来 Hode Hode Hode一脸笑容 看着两个弗雷家的男孩 对他们的嘲弄 毫不知情 Hode Hode 小Hode的坐骑 撕了一声 你瞧啊 他们在聊天呢 说不定Hode 就是马语当中的 我爱你啊 芬雷 你给我住口 布兰只觉得血气上涌 小Hode 轻踢马刺 靠过来 撞了后多一下 使他退后两步 我若是不住口 你又待如何呀 小心他放狼 咬你 堂弟 大挖的警告 随他来呀 我就想弄件 狼皮披风呢 夏天会一口咬掉你那颗猪头 布兰说 小Hode 用戴铁套的拳头 往胸甲上一敲 难道 你的狼生了钢牙 可以咬穿我的铠甲和锁甲吗 够了 鲁温学士的话音 盖过教场里的金铁之声 有如雷鸣 布兰不知道 鲁温是否听见了多少 但明显足以使他 勃然大怒了 你们语出威胁 十分不妥 别叫我再听见这样的话 瓦德弗雷 你在鲁温城 也是这种态度吗 没错 我高兴怎样就怎样 小瓦德高高骑在战马上 愤怒地瞪了鲁温一眼 仿佛在说 你区区一个学士 凭什么教训我和杜考弗雷家的人 那好 你既身为林东城 史塔克夫人的养子 就不准如此 你们到底为什么吵起来 学士轮流打量着几个男孩 你们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否则我保证 我们刚才在和奥德开玩笑 大瓦德承认 他说我们冒犯到了布兰王子 我很抱歉 我们只是觉得好玩罢了 他起码还知道 不好意思 小瓦德却还在闹脾气 我吗 他说 我也只是觉得好玩 布兰看到老师傅头顶光秃的部分 胀得通红 鲁温师傅似乎更生气了 一位好领主 应当安抚无助 保护弱小 他对两个弗雷家的男孩说 我绝不允许你们把奥德当笑料 开些残忍的玩笑 听见了没有 他是个好心长的孩子 老实 本分 尽忠 职守 这些优点 你们一向都没有 学士伸手指着小蛙的 还有 你给我离神木林远一点 若是 若是敢找那几只狼的麻烦 你就等着 你就等着瞧 他袖子一甩 转身走了几步 又回头说 来吧 布兰 威曼大人 正等着呢 奥德 跟上师傅 布兰 下令 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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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 迈着大步 很快追上了老学士那双脑怒摆动着的腿脚 与之一同走上主宝石阶 卢温学士拉住大门 让他们进去 布兰抱住奥德的脖子 低下了头 What他们 我不想再听了 这时到此为止 卢温学士打断了布兰的话 他显得疲惫而烦乱 你保护奥德 做得没错 但你根本就不该到那里去 罗德里克爵士和威曼大人等了你很久 早餐都只好先开动了 难道你还当自己是个小娃娃 事事都对我亲自操办吗 不 布兰羞愧地说 对不起 我只想 我知道 你想什么 卢温学士的口气缓和下来 布兰 我也盼着你的愿望能够成真 回忆开始之前 你有没有问题啊 我们是要讨论战争 你什么都不用讨论 鲁温的口气 鲁温的口气又锐利起来 你只是个八岁的孩子 我快九岁了 八岁就是八岁了 学士坚定地重复 除了礼貌的寒暄 什么都不要说 除非 罗德里克爵士或 威曼大人 问你话 布兰 点点头 我记住了 至于你和弗雷加小孩之间的事 我不会告诉 罗德里克爵士的 谢谢您 他们让布兰 坐在父亲的橡木座椅上 正对长板桌 椅垫和座入乃是灰天鹅绒制成 罗德里克爵士坐在他右手 鲁温师傅则在左边 面前摆了笔墨和一叠空白羊皮纸 准备记录会议进程 布兰伸手越过粗木桌面 请求威曼伯爵原谅他的迟到 哈哈哈哈 啊 不是王子迟到 白岗伯爵和颜悦色的回答 而是其他人找到 就是这么回事 哈哈哈哈 威曼瞒得了笑声洪凉 难怪他没法骑马 因为他看起来比马还重 他不仅身材雄伟 而且话说个没完 他先是恳请临东城 认可他刚刚指定的白岗海关人员 只因从前的官员 把税收暗中扣留下来 输送到军林 而不肯交给新的北京之王 除此之外 罗伯爵国王也需要自行铸臂 他表示 而重建白岗的旧铸臂厂最为合适 他说 只要国王同意 他愿意全权负责此事 随后他又说明自己将如何加强港口的防御攻势 并把每一项修缮费用详细列出 除了铸臂厂 曼德勒伯爵还提议为罗伯建造一支舰队 自从坟船者布兰等 烧掉他父亲的船队以来 我们北方几百年来都缺乏海军 只要给我充足的金钱 一年之内 我就可以造出一支 足以拿下龙石岛和军林的舰队 一听战船 布兰的兴致就来了 虽然没人问他意见 他却觉得威曼伯爵的主意实在很棒 他已经可以在脑海中勾勒出那幅景象了呢 不知双脚残废的人能不能指挥战舰 只可惜罗德里克爵士只答应 把提案送交罗伯决定 而鲁温师傅则是埋头奋笔疾疏 他们从上午直说到下午 中途鲁温学士派马里尔提姆去厨房 端来餐点 他们便在书房里吃了乳酪 烤鸡和褐色的小麦面包 威曼大人一边用他粗大的手指撕扯肌肉 一边礼貌地询问他的堂妹 霍伍的伯爵夫人的近况 哈哈哈哈 您也知道 他原本是曼德勒家的人 或许 等他的悲伤告一段落 他会想再次冠上曼德勒的姓氏 您说是吧 哈哈哈哈 他咬了口鸡翅 咧嘴笑笑 哈哈哈哈 说来正巧 我也当了八年的官夫 早该讨个老婆了 对不对啊 诸位大人 孤单单一个人 毕竟会寂寞呀 他扔开骨头 伸手拿了一根鸡腿 若是夫人想找个年轻的小伙子 哈哈哈哈 我家文德也没有成亲呢 眼下他到南方伺候凯特林夫人去了 不过等他回来一定也想逃老婆吧 他是个勇敢的孩子 人又挺风趣 正是叫伯爵夫人重唤青春的最佳人选 不是吗 哈哈哈哈 他操起外衣袖子 抹去下巴上的油腻 透过窗户 布兰听着远处的兵器交集 他对婚嫁之事毫无兴趣 我好想上场子比武 等餐桌收拾干净 威曼伯爵方才提到一封泰文 拉尼斯特公爵的来信 内容涉及到他在绿叉河被俘的长子 威利斯爵士 他 就放我儿子回来 只要我从陛下身边抽回兵力 并发誓不再参战 这毫无疑问 你直接回绝就是了 罗德里克爵士说 您不需要担心 伯爵向他担保 萝卜国王的部署中 要是我威曼曼的了 最为忠诚了 只是啊 我不愿意儿子在赫伦堡那鬼地方 待得太久 听说那个地方有诅咒呢 其实这种事呢 我想来也不信 可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嘛 您瞧瞧 杰纳斯·史林特什么下场 先是被太后提升为赫伦堡伯爵 没两天 又被他老弟扯了下来 听说被送去 守长城了 我在想啊 能不能尽快安排 适当的 人质交换 我了解威利斯 他一定不愿意坐等战争结束 我这儿子可英勇了 打起仗来 跟熬犬一样的凶猛 会议结束时 布兰的肩膀 已经因为长久坐着不动 而僵硬了 当晚 他正要坐下来吃饭 却听到 宣誓客人来访的号声 再度响起 唐德拉 伯爵夫人 并未带来大批的骑士和陈述 只有他自己和六名 面露疲态的虎卫 卫士 沾满灰尘的橙色制服上 绣着陀路头徽章 夫人 我们对您的遭遇深表遗憾 当伯爵夫人来到布兰面前质疑时 布兰开口说道 霍夫的伯爵 在绿茶河之战中被杀 他们的独子 也在异域森林一役遇害 林东城 永远感念你们的贡献 听您这样说 我很高兴 伯爵夫人 是个脸色苍白 神情涣散的女人 脸上的每根线条 都露刻着哀伤 大人 我很疲惫 若您允许我稍作休整 我将感激不尽 那当然 罗特里克爵士说 谈事情 明天有的是时间 第二天上午 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讨论 穀物 蔬菜和腌肉 一旦学成的学士们 宣布初秋来临 北方的领主便知道 要把部分收成 储存起来 可究竟要存多少 就见仁见智了 后的伯爵夫人 本打算将五分之一的收成 作为存粮 后来 在卢温学士的劝说下 同意把存粮增加到四分之一 波顿的死生子 正在恐怖暴击解军队 他警告他们 希望他是准备率兵南下驻镇 前往鸾河城与父亲会师 可当我派人询问他的意图 他却回答说 波顿家的人绝不回答 女人的质问 好像他是正世所生 真有那么个姓似的 据我所知 波顿大人从没承认过这孩子 罗德里克绝世说 但说实话 我对此人所知不多 没人了解他 波顿夫人回答 他原本和母亲同住 直到两年前 小多米利克死去 波顿没了几成人 这才把私生子 接去恐怖宝 众人都说 那孩子狡猾成性 还带了个跟班 凶残的个性 跟他不相上下 大家叫他臭佬 据说他从不洗澡 这私生子和臭佬 一同外出打猎 猎的对象可不是鹿 我听到过 关于他们的种种传闻 就算以波顿家族的标准而言 这些故事 都叫人难以置信 而尽我的夫君和好儿子 都以蒙诸神宠招 这私生子对我的领地 真是垂涎三尺 布兰好想拨给伯爵夫人 一百士兵 帮助他保卫自家权益 但罗德里克爵士只是说 垂涎垂涎 倘若他敢做出任何逾越之举 我向您保证 我们会重重处罚他 夫人 对您和您领地的安全 请勿挂虑 过些时日 待您的悲伤平复 或许可以考虑再续姻缘 我早已过了生育的年纪了 所有的美貌 也都随着岁月消逝殆尽 伯爵夫人疲惫的浅笑着 回答 但眼下男人们反而屈之若鹜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可没这种待遇 您不忠义这些追求者 卢温师父问 倘若说陛下有令 我自当再婚 活的伯爵夫人回答 然而 鸭石 摩尔斯是个酗酒成性的满汉 况且年纪比我父亲还大 至于我亲爱的堂哥 曼德勒大人的床子 本已容不下他雄伟的身躯了 我体质孱弱 只怕无法躺在他的身下 布兰知道 男人和女人同床共诊时 男人会睡在女人上面 让曼德勒伯爵睡在自己身上 那大概就和被马压得差不多吧 罗德里克爵士朝寡妇 同情地点点头 夫人 您会有其他人选的 我们将设法寻找 更般配您的人 爵士先生 这样的人 或许不需远求 胡夫的伯爵夫人离开之后 鲁文学士 微笑着说 呵呵呵 罗德里克爵士 我看夫人她 对您 有些意思啊 呃 咳咳咳咳咳 罗德里克爵士轻轻喉咙 看来有些困窘 他好悲伤啊 布兰说 罗德里克爵士点了点头 悲伤而温柔 他为人客气 以年纪而论 还可算是十分貌美 纵然如此 他仍旧是你哥哥的王国的一大威胁 怎么会 布兰 十分惊讶 鲁文学士 作答 既然 活物的家族没有直系传人 他们的领地 势必成为众矢之地 陶哈家族 菲林特家族 卡什塔克家族 都与活物的家族 有过殷勤关系 已故的 哈瑞斯大人的私生子 更在 森林堡 做格罗夫家族的 养子 更棘手的是 虽然恐怖堡 并无 接收这块领地的资格 但两家地盘相邻 罗斯伯顿 绝不会白白错过 大好机会 罗德里克爵士 拉了小胡子 嗯 以目前情形 陛下必须为他挑个 门当户对的对象 你为什么不娶他 布兰问 你自己也称赞他漂亮了 而且 卑斯也该有个母亲 老骑士 拍拍不拦的手臂 王子殿下 多谢您的好意 但我只是一介骑士 况且 年纪也大了 领地的事务 我或许可以为他管理几年 但等我一死 侯夫的伯爵夫人 便会陷入同样的困境 届时连 杯子的前途 都会大受影响 那就让 侯夫的大人的私生子继承吧 布兰想起 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 去问 脱口便说 罗特里克爵士说 这样的话 格罗佛家会很高兴 霍伍德大人的在天之灵 也许会 但只怕 霍伍德伯爵夫人会有异议 毕竟那孩子不是他的亲生骨肉 尽管如此 卢温学士说 我们还是得将其列入考量 汤纳拉夫人已经过了生育期 这话他自己也说了 不由私生子继承 那还有谁呢 我可以退下吗 布兰听见楼下院子里 是从练剑的声音 他们正打得热火朝天 那当然可以了 王子殿下 罗特里克爵士说 你今天的表现很好 布兰一听 高兴的脸都红了 原来当领主 并不像他想象的那般无趣 而且 与霍伍德伯爵夫人的会晤 远比 曼德伯爵来得简短 还剩数小时天光 可以让他探望夏天 只要 罗特里克爵士和鲁温师傅允许 他喜欢每天都花点时间 陪陪小狼 霍特刚踏进神木林 夏天便从一棵橡树下钻了出来 仿佛 仿佛早知道 他们要来 布兰瞥见树丛里 还有一个黑兽的身影 同样望着自己 妈妈 他出声唤着 来吧 猫猫狗 到我这来 可瑞肯德郎刚露个头 便树然跑开 霍特知道 布兰喜欢的地方 于是 把他带到 高大新树下的水池边 以前挨的公爵 便是在此跪地祈祷 他们抵达时 痴中连漪平平 鱼梁木倒影不住波动 可四周又没有风 布兰 一时不解 突然 欧哨哗啦一声 从池里冲了出来 连夏天都被吓得 后退低吼 欧哆跳了开去 沮丧地嚎着 欧哆 欧哆 直到布兰拍的肩膀 放在扶平他的恐惧 你在这游泳 他问欧哨 不冷吗 小子 我可是从小 损着冰柱长大的 我喜欢这股冰冷的劲儿 欧哨游到岩石边 浑身滴水地爬上岸 他全身赤裸 肌肤凹凸不平 夏天爬过来 朝他秀秀 我打算探探水底 这水池还有底啊 说不定还真的没有 哈哈哈哈 欧哒 欧哒嘻嘻笑着 小鬼 你看哪里啊 没瞧过女人吗 我看过了 布兰跟姐姐们一起洗过不知多少次澡 也见过女仆在热水池里的样子 但欧哒看起来不太一样 她身体结实 线条锐利 全身上下没有柔软的曲线 她的双腿全是肌肉 胸部却平坦的宛如两个空前包 你身上好多疤 都是辛苦挣来的 欧哒拾起棕色连衣裙 抖落上面的落叶 然后从头套下 跟巨人打仗吗 欧哒宣称 长城外仍有巨人存在 说不定哪天我也能亲眼看到呢 干人 欧哒拿段绳子当腰带 通常是和黑乌鸦 我亲手杀过一个 她说着甩甩头发 到临东城至今 她已发长过耳 比起之前在狼林里 打算抢不拦的那个她 模样柔和了许多 今天我在厨房里听说了 你和弗雷家那俩小子的事 谁说的 他们怎么说 女人露出无奈的笑容 他们说 嘲笑巨人的小孩是蠢蛋 但巨人居然得靠残废来保护 这世界真是疯了 欧哒根本不明白 他们在嘲笑她 布兰说 更何况 她从不打架 布兰记得小时候 有一次和母亲 与摩丹修女一同逛市场 带上欧哒帮忙拿东西 却把她走丢了 后来才发现 她被一群男孩逼进巷子 男孩们拿着棍子 不停地戳她 好多 她不断地叫着 同时畏缩地后退 却始终没有出手 反抗那群施虐者 查尔修士说 她有颗善良的心 啊 是啊 欧哒说 假如她愿意 她那双手 满可以把人头 从脖子上 硬生生地扭下来 总之呢 她最好多提防 小蛙的那家伙 你们两个都要小心 他们管块头大的 叫小蛙的 我看这绰号起得挺好 块头大 心眼小 天生一副贱骨头 她不敢对我怎样 她虽然爱耍嘴皮子 其实心里怕死夏天了 或许她不像看起来那么笨 欧哒自己对冰原狼 始终提心吊胆 她被捕那天 夏天和回风 把三个野人活生生 撕成碎片 谁知道呢 弄不好 她真的那么蠢 那就有苦头吃了 她扎起了头发 你还做狼梦吗 没有 不然不想谈梦 做王子的 撒谎应该高明一些 嘿嘿嘿嘿 欧哒咬嘴笑着 哎 你做什么梦是你家的事 我厨房里的工作可多着呢 我最好早点回去 免得改起又挥着那柄大汤匙 大吼大叫的 我先告退了 王子殿下 他真不该提起狼梦 背着布兰爬上楼梯 返回寝室时 布兰心想 他努力抗拒睡眠 最后却仍旧进入梦乡 今夜 他又梦见于良木 睁大深邃的红眼睛 凝望着他 张开扭曲的木嘴 呼唤他 从于良木苍白的枝叶中 飞出了那只三眼乌鸦 用嘴啄他的脸 用刀剑般尖锐的声音 喊他的名字 一阵突如其来的号声 唤醒了他 布兰坐起身 感激噪音 将他带离梦境 他听见了 马的嘶叫 和嘈杂的吆喝 又有客人来了 从声音听来 这批人还喝得半醉 他拉住铁把手 坐到窗边的椅子上 对方旗帜上的图案 乃是碎链巨人 原来是 从漠江对岸的 极北封地南下的 安布甲人马 隔天 安布甲的两个首领 前来会谈 这俩人都是大军恩的叔父 年事已高 但嗓门其大 身穿白熊皮斗篷 胡子也是一般颜色 名叫摩尔斯的 某次被乌鸦 误荡成死人 啄掉了一只眼睛 所以带了一颗龙巾做的假眼 在老奶妈的故事里 当时他一把抓住乌鸦 咬掉了乌鸦的头 因此大家叫他鸭石 至于他那瘦削的弟弟 如何被称作 济眼 胡子 老奶妈则无论如何 不肯对布兰说明 才刚刚坐定 摩尔斯便开口表示 愿意娶 胡子的伯爵夫人 我们都知道 大熊恩 是少郎主 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还有谁比安布甲的人 更适合保护 这位寡妇的领地呢 而安布甲中 又有谁比我 更合适呢 疼呢啦 目前仍在为夫受丧 鲁温学士说 我这身毛皮底下 正有东西 专治悲伤呢 哈哈哈哈 摩尔斯笑着说 罗德里克爵士 彬彬有礼地向他道谢 并表示一定将此事 承报伯爵夫人 和国王陛下 鲁温要的则是船 这阵子 引人不断地从北方 偷摸过来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 他们划着小船 横渡海豹弯 被海浪冲到咱们岸上 东海望的乌鸦太少 阻止不了他们 况且 他们又像黄鼠狼一样的 躲得飞快 咱们需要长船战舰 还需要厉害角色来驾驶 大群恩带走了太多的壮丁 咱们一半的地就因为没有人收割 白白糟蹋掉了 罗德里克爵士 碾碾胡子 你家岭内有大片高松木 和老橡树 曼德勒大人那儿 则有大批造船师和水手 倘若你们携手合作 应该可以造出足够的船只 防御两家海岸 曼德勒 摩斯安波哼了一声 哼 那坨猪油 我听说他的手下给他起了个 蛮鱼大人的绰号 那家伙连路都走不大动 要是你拿把剑戳进他肚子 真不知道有多少条蛮鱼 跑出来呢 胖归胖 罗德里克爵士说 他人可不笨 你不和他合作 陛下唯你试问 令布兰惊讶的是 这两个凶暴的安波家人 竟同意照办 虽然免不了一阵嘟弄 开会之间 申林堡的格勒佛家人马也到了 还有来自托伦方城 陶哈家的大批部中 盖布特和罗贝特 这两个格勒佛把申林堡 交给罗贝特的妻子管理 前往临东城的 却是他们的总管 夫人 夫人不刻亲至 还请殿下见谅 他的孩子年纪尚幼 不堪旅途奔波 他又心地人善 不愿抛下他们 布兰很快发现 申林堡真正做主的 是这位总管 绝非格勒佛夫人 那人表示 目前只能播出 十分之一的收成 作为存粮 因为某个流浪巫师 告诉他 在天气转冷以前 将会有一次 鬼下的大丰收 鲁温师傅 对这位巫师很有意见 罗德里克爵士 则命令对方 立刻播出五分之一 不得推诿 随后 他又向总管 仔细询问 霍夫特伯爵的 私生子 拉伦斯雪诺的 相关讯息 在北方 所有贵族的私生子 都姓雪诺 那孩子 将满十二岁 总管 十分称赞 他的机智 和勇敢 布兰 看来 你让那私生子 继承的主意 很有价值 事后 鲁温师傅说 我相信 有朝一日 你定能成为 优秀的 林东城主 不会 布兰 布兰知道自己 绝对 当不上 林主 正如他 不可能成为 骑士一样 罗伯 会娶弗雷家的 女孩 你自己 跟我说过 大小 瓦的 也这么说 她会 留下 后代 继承 他统治 林东城的 将是 他们 不是我 布兰 或许如此 罗特里克 爵士说 但你看看我 先后 结婚三次 我的妻子 却只为我 产下几个女儿 而到如今 也只剩下了 悲死 我弟弟 马丁 本有四个 身强力壮的儿子 却只有 乔里 长大成人 他遇害以后 马丁的血脉 便完全断绝 以后的是 谁也说不准 第二天 轮到 兰巴德 陶哈 来开会 他提起 气候的征兆 和平民的愚钝 还谈到 他的侄子 非常渴望 投身战士 奔赴的自己 组织了一队 枪骑兵 全都是小孩 没有一个 超过十九岁 却个个 自认是 新的少郎主 我骂他们 是群小兔崽子 他们反而笑我 这不 他们干脆 自称野兔兵团 枪尖绑着兔子皮 嘴里唱着骑士道 骑着马四处乱跑 布兰觉得 这主意听起来 真是棒透了 他记得 奔赴的陶汉 是个身材高大 粗声粗气的男孩 以前常和他父亲 厚曼爵士 来临东城做客 跟罗伯和 先隔了交易的感情 都不错 但 罗德里克爵士听了 显然十分不悦 倘若陛下需要援兵 他自会颁布诏令 他说 回去告诉你侄子 要他遵照父亲指示 留守托伦方程 啊 是啊 爵士先生 兰巴德回答 随后他又提起 活物的伯爵夫人的事 感叹 夫人有多可怜 既无丈夫 保卫风土 又无儿子 继承家业 他提醒大家 他自己的夫人 也出身活物的家族 是故去的 哈里斯伯爵的亲妹妹 想必大家都还记得 空旷的厅堂 多么令人忧伤啊 我在考虑 是否把我的小儿子 交给唐娜娜夫人收养 悲论快十岁了 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 又是他的亲外甥 我相信那孩子 一定可以让他开心起来 倘若他想改姓活物的 成为继承人 鲁温学士提示 这样他们的家业 才能延续呀 兰伯德把自己的话说完 布兰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大人 非常感谢您的提议 罗德里克爵士还没开口 他便抢着说 我们会将此事 呈报给我哥哥罗伯 还有 霍夫的伯爵夫人 见布兰开口说话 兰伯德似乎很惊讶 啊 谢谢您 王子殿下 他口中这么说 布兰却从他淡蓝的眼底 看到了怜悯 或许还夹杂了一点窃喜 幸亏这残废 不是我儿子 一时之间 布兰 好恨他 不过鲁温师傅 似乎蛮喜欢他 嗯 悲论讨行 很可能是最佳人选 兰伯德离开后 鲁温师傅对他们说 他有一半 和我的家的血统 如果让他冠上 遗仗的信 也还是个孩子 罗德里克 爵士说 碰上 摩尔斯安波 或者 罗斯伯顿的 死生子 这类人 要守住领土 恐怕力有未逮 我们必须审慎考虑 在罗伯 做出决定之前 我们要给他 最好的建议 最后很可能回归现实 鲁温师傅说 看他当前最需要 哪位诸侯 眼下和间地 也归他统治 他可能打算 把活物的伯爵夫人 嫁给三合流域的贵族 借以巩固双方的联盟 或许 布莱坞的家 或许 弗雷家 豪夫的伯爵夫人 可以嫁给 我们这里的弗雷 布兰说 他要两个 也没关系 王子殿下 你这样说 太不厚道了 诺德里克爵士 轻声斥责 大小蛙的 难道就厚道了吗 布兰皱起眉头 低头看着桌子 不发抑郁 之后几天 信鸭陆续带来 其他诸侯 不客前来的 致欠寒 恐不饱的私生子 不愿前来 摩尔蒙家 和喀什塔克家 则是族中 投灭人物 均随 罗布南征 罗克大人 年事已高 不便 长途跋涉 菲林特伯爵夫人 身怀六甲 寡妇旺 还有疾病肆虐 需要处理 最后 斯塔克家族的主要封城都烧来信息 只剩下多年不曾踏出沼泽一步的泽地人 霍兰 离德 以及居成离林东城仅半日骑成的塞文家 塞文大人被拉尼斯特家俘虏 不过他十四岁的儿子 却在一个晴朗 飓风的早晨 领着二十四名枪骑兵 来到林东城 他们穿过城门时 布兰正骑着小五 在场子上打转 布兰策马快跑过去 打招呼 克雷对布兰一家兄弟姐妹 向来友善 早上好 布兰 克雷开心地唤道 哦 现在该叫你布兰王子了 哎 随便啦 克雷笑着说 又何不可 这年头 人人都想当国王 当王子 斯丹尼斯的信 有没有送到林东城啊 斯丹尼斯 我不知道 他现在也是国王 克雷说 他指控索西太后 和他弟弟乱伦 所以 乔弗里 是私生子 孽种 乔弗里 一名 塞文家的骑士 咆哮着 有弑君者这种老爸 难怪他性情乖张 可不是嘛 另一个人说 诸神最痛恨的 就是乱伦 瞧瞧 坦格雷连家 什么下场 一时之间 布兰只觉得呼吸困难 仿佛有一只巨手 在捶击他的胸膛 他觉得自己正在下坠 连忙死命抓紧 小五的缰身 他的恐惧 一定行路于色 怎么了 布兰 克雷塞文说 你不舒服吗 不过就是 另一个国王吗 罗伯会把他 也打败 布兰 调转小五的马头 朝马舅走去 塞文家众人 都对他 投以困惑的眼神 他却浑然不觉 他的耳中轰隆作响 若非被绑在马鞍上 很可能当下落马 当晚 布兰向父亲的诸神祷告 希望一夜无梦 若诸神在天有闻 他们一定以他的请愿为笑料 因为他们送来的梦魇 比狼梦更吓人 若是不飞 这只有摔死意图 三眼乌鸦一边啄布兰 一边厉声尖叫 布兰哭着苦苦哀求 然而乌鸦全无怜悯之心 他先啄掉了布兰的左眼 然后是右眼 等布兰双眼全瞎陷入黑暗 他又啄布兰的额头 那恐怖的锐利鸟会 深深钻进头骨 布兰疯狂惨叫 直叫到肺部肿胀欲裂 疼痛又如利服 把他的头颅披成两半 可当乌鸦抽出 沾满碎骨和脑浆的 黏糊鸟会时 布兰却又看得见了 眼前的景象 使他恐惧地屏住了呼吸 他正攀在一座 好几里高的塔楼边缘 手指逐渐滑开 指甲扒着石砖 贪软无用地 蠢笨双脚 正把他往下拖 救命 他大叫 一名金发男子 出现在上方的天空中 把他拉了上去 好好想一想 我为爱情做了些什么 那男子轻声低语 随后把拼命踢腿 挣扎的布兰 抛入空中 爱今的睡眠 不必从前了 派西尔大学士 为凌晨的会面精神欠佳 向提亮致歉 我宁可天亮前 便早早起身 也不愿辗转反侧 为 为完成的工作 揪心忧愁 他话虽这么说 但 瞧那低垂的眼皮 他似乎又快睡着了 他们坐在 压巢下通风的房间里 大学室的女士 送上白煮蛋 煮李子和燕麦粥 非常时期 许多百姓 连吃的都没有 我想自己 也该一切从简 令人钦佩 提量承认 并敲开一颗棕色的大蛋 心里觉得 这颗蛋还真像大学士 那不满斑点的偷头 但我的看法不同 我是能吃的时候 尽量吃 以免明天吃不到 他露出笑容 说来 您的信仰也这么早起吗 啊 派西尔 年年流泄至胸的血白胡须 那当然 等您吃完 我就叫人 拿纸笔来 不必了 提量取出两封信 放在燕麦粥旁 这是两张 卷得很紧的羊皮纸 侧面用蜡封好 叫你的女仆下去吧 我们好说话 啊 孩子 你先退下 派西尔下着命令 女孩连忙离开房间 啊 请问 这些是 寄给多恩亲王 道朗玛泰尔的信函 提量包开蛋壳 咬了一口 似乎没加盐 一事两份 事关重大 派你最快的鸟送去 吃完早餐 我即刻处理 现在就办 礼子可以待会儿再吃 国家大事可等不得 眼下兰里大人 正率军沿玫瑰大道北进 而谁也说不准 斯特尼斯大人 何时会自龙石岛启航 啊 派西尔眨了眨眼 敬 如果大人 您坚持 我很坚持 啊 我随时任您拆迁 学士盘山起身 井链轻声作响 它的井链粗大沉重 重量 那是普通学士项链的十数倍 互相串接 像一宝石 在提梁看来 其中黄金 白银 和薄金的链条数目 远远超过其他 不值钱的金属 派西尔动作很慢 提梁吃完煮蛋 又尝过李子 那李子煮得熟烂多汁 正合他胃口 这才听见扑斥之音 他站起来 看见清晨天际乌鸦 漠黑的身影 便骤然转身 朝房间远端 迷宫般的置物架走去 学士的药瓶为数惊人 几十个腊疯的罐子 百余瓶塞住的小瓶 同样数量的白玻璃瓶 不计其数的干药草罐 每个容器上都有拍写 用工整的字迹写成的精确标签 此人真是井井有条 提梁心想 的确 一旦你理解了分类依据 便会发现 每种药品都摆放的恰到好处 都是些有趣的东西 甜睡花和龙葵 樱树花奶 厘死之类 灰迅粉 父子草和鬼舞草 石溪毒 瞎眼毒 寡妇之血 他点起脚尖 使尽全身力气向上伸展 好不容易够到一个放在高处 积满灰尘的小罐子 他看看上面的标签 笑着将之藏进衣袖 当派西尔大学士慢吞吞地走下楼梯时 他一坐回桌冰 吃起另一颗蛋 大人 办妥了 老人坐下来 这种事啊 是啊 是啊 办得越快越好 您说 事关重大 啊 没错 提利昂贤 燕麦粥太稠 且缺了奶油和蜂蜜 这阵子 君临城中 已很难吃到奶油和蜂蜜 但 拜格尔茨伯爵之刺 城堡里的供应倒不缺 最近城堡中的粮食 有一半是从他和 坦德伯爵夫人的领地运来 罗斯比城 和史多克沃斯堡 位于王城以北 尚未遭战火波及 寄给多恩亲王本人 啊 我 我可否问问 你最好别问 啊 如你所愿 提利昂能感受到 派西尔强烈的好奇 呃 或许 呃 该让 御前会议 御前会议 提梁 拿起木齿 轻敲碗烟 好 师父 御前会议的职能是 辅佐 陛下 啊 是啊 派西尔说 呃 陛下他 年方十三 有我 代位行事 啊 的确 您是 当今首相 呃 可是 呃 您 亲爱的 姐姐 呃 我们的摄政太后 呃 她 她漂亮白细的肩膀上 背负了太多重责大任 我可不能无端加重她的负担 你说对吧 提梁 歪歪头 审视着大学士 派西尔急忙 垂下视线 看着自己的早餐 有的人 看了他那对大小不一 一绿一黑的眼睛 便会很不舒服 提梁 很清楚这一点 因此 善加利用 啊 啊 老人对着自己的李子 善善地说 大人 您说的 一点 没错 哈哈 为他省去 这些 呃 负担 您真是 太体贴了 我这个人别的优点没有 就是体贴 提梁继续吃起 不胜可口的燕麦粥 撒西尔毕竟是我的亲姐姐嘛 啊 啊 是啊 呃 她还是个女人 派西尔大学士说 呃 虽然并非平凡女子 但 女人 终究 内心脆弱 啊 想 一间 挑起国家 大事 哎呀 也真是 不容易呀 得了 他是脆弱的白鸽 哼 去问问 埃德斯塔克吧 呃 知道您和我一样的 关心他 我实在被感欣慰 啊 谢谢您的盛情款待 不过我今天 还有十样忙 他牛牛腿 爬下椅子 等我们收到 多恩方面的回信 劳烦您立刻通知我呀 啊 照您吩咐 大人 只通知我一个人 啊 啊 呃 一定 一定 排斜 用不满老人般的手 抓着胡子 就像溺水之人 伸手够绳子一样 提量看了 满心欢喜 这是第一个 他想 他跛着脚走进下层庭院 畸形的双腿因为走楼梯而酸痛 此刻太阳已高挂天机 城堡里也活落了起来 卫士们在城墙上巡逻 骑士和他们的随从 则以顿气练习战技 波龙就在广场附近 坐在一口井边 两个漂亮女士 合力提着一个 装满毯子的柳条筐 轻步走过 拥兵却目不歇视 波龙 你真是没救了 提量直指两个女孩 大好春光就在眼前 那你却光顾着 看一群呆头鹅打架 城里 有一百间便宜妓院 画上几个铜板 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波龙回答 可哪天 从这群呆头鹅身上学到的东西 却可能救我一命 他站起来 那个穿蓝格子外衣 盾牌上有三只眼睛的小鬼 是谁呀 某位雇佣骑士 自称塔拉德 你问这个干嘛 波龙拨开遮住眼睛的一柳头发 这里面 属他罪行 可你仔细瞧瞧 他的行动有一定的节奏 每次攻击都依照相同的顺序 使用相同的招式 波龙 波龙呵呵一笑 哪天他跟我对上 就会因此没命 他已经宣誓效忠 乔弗里 应该不会跟你对上 他们一同穿过庭院 波龙放慢脚步 以配合提凉的端腿 最近这位佣兵 看起来已经有些人样了 黑发梳洗得很整齐 胡子剃得很干净 身上穿着都城守备 对军官的黑色胸甲 一件兰尼斯特家的 深红底金手披风 自肩头垂下 提凉任命他为自己 示威队长的那天 送给他这件披风做礼物 今天有多少人请愿呢 他问 三十多个 波龙回答 跟以前一样 不是来抱怨 就是有事相求 啊对了 你的宠物回来了 哦 提凉深吟一声 坦德伯爵夫人来过 他的随从来过 他再度邀请你去 共进晚餐 说是背下一大块露腿肉 两只 两只淋了丧热酱的甜鹅 还有 他女儿 提凉厌恶地说完 自他抵达红宝的那一刻起 坦德伯爵夫人便穷追不舍 轮番祭出满鱼派 野猪肉和美味的奶油浓汤当武器 他的女儿 罗里斯不但生得肥胖 柔弱而愚蠢 而且 谣传三十三岁了 还是个处女 可他不知怎的 却认定 诸如少爷和自己的女儿 是天生绝配 回复他 我很抱歉 无法赴咽 对甜鹅 没兴趣 波龙一脸邪恶地笑着说 干脆你去吃鹅 顺便把少女娶回家得了 或者换个人 叫夏嘎去 如果是夏嘎 八成会吃了少女 把鹅娶回家 波龙评估着 不过 罗里斯比他还重 这倒没错 提良承认 他们走进 两座塔楼间 密闭通道的阴影下 还有谁啊 呃 雍兵略为正色道 有个布拉弗斯来的 钱庄老板 手上拿了些 有模有样的借据 说要跟国王见面 谈谈 归还欠款的事 可怜虫 小乔能不能数过二十都成问题 叫他去找小指头 小指头会想办法打发掉 还有呢 呃 有个三合一带来的 领主老爷 控诉你老爸的手下 烧了他家城堡 煎了他老婆 呃 还把他的农民 全杀光了 我们不是在 打仗吗 提良心想 这八成是 格雷国克里刚 干的好事 不然就是亚摩利罗奇爵士 或者父亲那群磕火恶狗 他要敲弗里怎样 赐给他新的农民 波龙说 他大老远走到这里 宣称自己效忠王室 并要求补偿 啊 我明天找时间接见他 无论对方的忠诚 是出于真心 还是走投无路 一个听话的和间贵族 终归有用 给他弄个 舒服点的房间 热好饭菜 再叫人送双新靴子去 要上好的 就说是乔弗里国王的心意 慷慨的表示 总不会错 波龙简略的点了个头 还有一大群 面包师 屠夫和菜贩子 吵着要见国王 我上回不是说了 我没东西给他们 运进军林城里的食物 少得可怜 其中还有多半供应城堡和军营 青菜 根菜 面粉和水果的售价 同时飙升 提良根本不敢想象 跳蚤窝的食堂锅里煮的 那是什么肉 或许有鱼吧 提良心里希望 因为河流与海洋 都还在他们掌握中 至少在斯坦尼斯公爵渡海之前 是这样 他们要的是保护 昨晚有个面包师 被人放在自己的炉子上烤熟了 报民们说 他面包卖得太贵 真的 现在他也没法否认了 那他们 他们没把它吃了吧 这倒没听说 想来下次 一定会 提良沉重的说 哎 能提供的保护我都给了 金袍军 他们声称有金袍军混在报民里 波龙说 因此要求 觐见陛下本人 一群蠢蛋 提良上次连声致歉 好说歹说 把那些人送走了 换作他外甥 动用的可就是鞭子和长枪了 提良真有点想撒手不管了 但不行 他不敢这么做 敌人兵临城下是早晚的事 此刻他最不能容许的 就是被城里的叛徒出卖 告诉他们 卡弗里国王陛下 要以体察他们的恐慌 将尽一切努力 为他们改善环境 他们要的是面包 不是承诺 我要是今天给他们面包 明天来请求的人 就会多上一倍 还有谁啊 有个长城来的黑衣弟兄 总管说 他带了个罐子 里面有只烂掉的手 哎呀 提良有气无力的微笑着 真令人惊讶 怎么没人把那手给吃了 我想我该见见他 不会刚巧是邮轮吧 呃不 是个骑士 叫索恩 艾丽莎索恩爵士 在长城期间 提良见过的黑衣弟兄弟 属艾丽莎索恩爵士 最不讨他喜欢 此人不仅刻薄 恶毒 而且极端自大 仔细想一想 我眼下可不怎么想 见这个艾丽莎爵士 帮他找一个 一年没换毯子的小房间 让他那只手 多烂一点 波龙扑车一笑 转头走开了 提良则挣扎着 爬上螺旋梯 当他瘸着脚 穿过广场时 听见铁闸 升起的声音 姐姐正带着大队人马 准备出门 瑟西骑着白马 高高在上 宛如绿衣女神 弟弟 他喊着 口气里没有丝毫热情 太后对于提良整治 杰诺斯·史林特的事 很不高兴 太后陛下 提良恭敬地鞠个躬 您今天早上看起来 真是明艳动人 瑟西头戴黄金宝冠 身披右皮斗篷 身后跟着大匹骑马随从 玉林铁卫 波罗斯·布朗恩爵士 身穿白领甲 一如往常的皱着眉头 巴龙·史文爵士 把弓鞋挂在香饮马鞍上 盖茨·罗斯比伯爵的哮喘 越来越严重 人群中还有 炼金术士工会的 火术士 哈林 以及太后的新宠 他们的堂弟 兰塞尔·莱尼斯特爵士 兰塞尔原本是 瑟西前夫的侍从 后来由于这位 遗孀的坚持 被提升为骑士 威勒尔和二十名卫士 随时互送 姐姐 你这是上哪儿啊 提良问 我到各城门市 查新造的弩炮和喷火弩 我可不要别人以为 我和你一样 对城防设施 不闻不问 瑟西 用那双 澄澈的绿眼睛 瞪着提量 纵使眼神充满了轻蔑 依旧不见其美丽 我接到报告 兰里·贝拉贤 已经率步从高亭出发 眼下正带着重兵 沿玫瑰大道北进 啊 瓦里斯 也这么跟我说了 等下次越远 他可能就到了 以他现在这种悠闲的速度 不可能 提量向姐姐保证 他每天晚上 都在不同的城堡里欢宴 每到一个岔路口 就开庭主持朝政 而每一天都有更多的士族 聚集到他旗下 据说他的兵力 已多达十万 啊 这的确是蛮多的啊 他身后有 风起宝和高亭的势力 撑腰 你这小笨蛋 瑟西朝下怒骂的 提里尔帐下 所有的诸侯 都站在他那边 唯有勒得问出外 就这点你还得感谢我 只要我握有 Pax的大人 那两个丑八怪双胞胎 他就只敢窝在蜻蜓岛 还得暗自庆幸走运 只可惜啊 你让百花骑士 从你的鲜鲜玉指间溜走了 总而言之 除了我们以外 蓝里还有别的事 要操心 比如我们在赫伦堡的父亲 奔流城的罗伯斯塔克 如果我是他 我也会选择这样的策略 缓步前进 一边向全国展示自己的实力 一边观望等待 让对手去互相残杀 自己呢 则静待时机成熟 倘若斯塔克军打败了我们 整个南方 将如诸神洒下的恩惠一样 立刻落入蓝里手中 毒费他一兵一卒 假如我们得胜 他也可以承虚而入 瑟西愚怒未惜 我要你命令父亲 即刻率军来军陵 那样除了让你安心 一点用都没有 我何时能命令父亲 做这做那了 姐姐 瑟西不理这个问题 还有 你打算什么时候 就詹姆出来 他一个人顶你一百个 嘿嘿嘿 提良傻笑着 这个秘密 千万别说给 史塔克夫人知道 我们可没有一百个 我可供交换呢 父亲一定是疯了 才派了你来 你连一无是处的白痴 都不如 太后一扯江上 调转马头 快步跑出城门 右皮斗篷在身后飘动 他的随从急忙跟上 事实上 兰里贝拉辛对提良的威胁 不及他老哥斯丹尼斯的一半 兰里固然深受民众爱戴 但他从未率兵打过仗 斯丹尼斯就不同了 此人作风严厉冷酷无情 若有办法知道 龙石岛上的情形就好了 然而不论提良花钱 招募多少渔夫 前往该岛刺探 都没有半个人回来 就连太监宣称布置在 斯丹尼斯身边的密探 也杳无音讯 是啊 有人在岸边 看得离死战舰的 班纹传身 瓦利斯还从米尔得到报告 由当地的佣兵船长 前去龙石岛效命 倘若 斯丹尼斯从海上进攻的同时 他弟弟兰里率陆军攻城 那片刻之后 敲夫里的头就得挂在枪尖上了 更糟的是 我的头会插在他旁边 哦 令人沮丧的景象 假如事态果真演变到那种地步 提量得先想办法 让血液安全出城 Bordrick Penn站在书房门口 宁神研究地板 他在里面 他对着提量的腰带宣布 在您的书房里面 大人 对不起 提量叹了口气 啊 看着我 波德 我受不了 你看着我的裤子缝讲话 看着我浑身都不舒服 何况我那又没开口 谁在我书房里面 小指头大人 波德瑞克小心而飞速地 瞄了他一眼 随即又急忙垂下视线 我是说 Bettier大人 贝利西大人 财政大臣 你把他说得好像是一群人 男孩反复挨了打一般 弯下身子 令提量觉得莫名的罪过 Bettier伯爵坐在窗边 穿着李子色 长绒毛外衣和黄段披风 戴着手套 一只手搁在膝盖上 模样优雅而慵懒 国王正在拿着十字弓和兔子作战 他说 过来瞧瞧吧 目前兔子占上风 提量得点起脚尖才能看清楚 外面广场上躺了只死兔子 另有一只身上插了根弩箭 长耳朵不断抽搐 差不多就要断气了 无数的箭支 七零八落的鞋插在印尼地上 活像被暴风吹乱的稻草 放 乔弗里大喊 猎尸便放开原本握住的兔子 兔子拔腿就跑 乔弗里用力扣下十字弓扳机 结果足足描刹了两尺 兔子后脚站立 朝国王先显鼻子 小乔一边咒骂 一边扭紧弓弦 但他还来不及重新上剑 兔子已经跑得不见踪影 再来一只 猎尸把手伸进吐龙 抓出一只棕色的 这一次 乔弗里急于放剑 差点射中了 布雷斯顿爵士的胯下 小指头转过身来 夏赃 喜欢不喜欢 罐腌兔肉啊 他问Bordrick派 拨着盯着访客的靴子 那是一双染色的漂亮红皮靴 上面有黑色窝形装饰 大人 是吃的吗 劝你把钱投资在桃罐上 小指头建议 城堡很快就会被兔子淹没 到时候我们一日三餐 都得吃兔子肉 总比吃老鼠肉好吧 提梁说 啊 波德 你退下吧 啊 对了 呃 行时守长城 我本来就气色不佳 穿上黑衣那就太明显了 你不用害怕 大人 提梁心想 我为你准备的可不是长城 他在一张堆满靠垫的高椅子上 坐了下来 哼 大人 您今天看起来可真雅致 哦 听你这么说 我好难过呀 我可是努力让自己每天看起来都很雅致啊 这是套新衣服 是啊 您眼光真不错 李子色和黄色 是您加灰的颜色 不是 但每天都得穿颜色雷铜的东西 总会烦的 得不时的换一换 您说对吧 您那把刀子也漂亮极了 是吗 小指头眼睛里闪过一抹促下 他抽出匕首 若无其事地看了一眼 仿佛是这辈子头一遭见到 娃利利亚刚造的 龙骨刀饼 可惜就是式样普通 您感兴趣的话 就送给您吧 送给我 提良意味深长地 看了小指头一针 不 我觉得不妥 还是别给我的好 他知道 这傲慢的混蛋 他不但知道 也清楚我知道 还认为我动不了他 在这个世界上 假如说真有谁 用黄金来武装自己 非 贝蒂尔 贝利西 莫属 而不是 詹姆 Lannister 詹姆 那套 文明天下的铠甲 不过是镀金的钢板 可小指头 哦 提良 对亲爱的 贝蒂尔 所知 越多 就 越觉得 不安 十年前 贝蒂尔伯爵 被穷恩 埃林 安插去某个海关小职位 吃闲饭 结果 他反以三倍于其他税利的收入 脱颖而出 由于老伯国王花钱很厉害 所以 像贝蒂尔 贝利西这种 可以把两枚金龙币磨一磨 生出第三个来的人 自然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于是 小指头一路扶摇直上 入宫不过三年 便已成为财政大臣 列席御前会议 比起焦头烂额的前任大臣时代 如今王室岁入是过去的整整十倍 王室负债也相应的大幅增加 贝蒂尔伯利西是变戏法的高手 他的确聪明 他不是简单的收取税金 然后将之深锁国库 他的办法多着呢 他用种种国王的承诺来抵制债款 再将国库里的资金拿去运用 他购置货车 店铺 船只和房舍 在作物丰收时低价买入谷物 在粮食短缺时高价卖出面包 他从北方买进羊毛 自南方购入麻布 从离死进口蕾丝 或储存起来 或四处流通 染色之后 继而卖出 金龙币 仿佛自行反眼般 不断膨胀增加 小指头放款出去 连本带利收回来 与此同时 他也逐渐培养自己的心腹 四库总管全是他的人 王家会计和王家读量员 就连三间铸币厂的负责人 也都是他提名的人选 除此之外 港务长 包税人 海关人员 羊毛代理商 道路收费员 船务长 葡萄酒代理商人 等等 十个里面 也有九个是小指头的人 他们大都家事普通 包括商人之子 小贵族 甚至有外国人 但以成就而言 这些人的能力 远超前任的贵族事务官 从没有人质疑过 这些任命 何必呢 小指头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 他聪明伶俐 笑口常开 和蔼可亲 是每个人的朋友 不论国王或首相需要什么款子 他有求必应 况且他出身不高 只比雇佣骑士稍高一等 因此也不起眼儿 他没有番薯诸侯 没有众多仆 没有雄城古堡 没有值得夸耀的祖业 没有高攀婚姻的本钱 就算他是叛徒 我敢动他吗 提量 心想 他不敢全然确定 尤其是在战火正酣的当下 时间一久 他自能用自己的人取代小指头的人 担任要职 但现在 下面的广场上传来喊叫 哈 陛下杀死了一只兔子 贝利西伯爵解释着 想想就知道 是只迟钝的兔子 提量说 大人 您小时候在奔流城做养子 听说您和图利家关系亲近啊 可以这么说 尤其是和女孩子 有多亲近呢 我破了他俩的处子之身 够亲近了吧 这个谎 提量很确定这是撒谎 但撒的全然若无其事 饥渴乱真 难道撒谎的人 是凯特琳·史塔克 关于童贞 被夺和匕首的事 难道也是假的 提量活得越久 便越觉得 凡事都不简单 而世间少有 真相可言 呃 霍斯特大人的两个女儿 对我都没有好感 提量坦诚 即便 即便我有什么提议 他俩大概也不愿意听 可是呢 假如从您的口中说出来 那么同样的话 想必就是 填在心头了 那得看说什么话 如果您想用三傻去换您哥哥 请您去浪费别人的时间 赵弗里绝不肯放掉她的玩具 而凯特琳夫人也不至于蠢的 拿弑君者 仅仅跟你换一个女儿 我准备把埃利亚也还给她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找和找到 是两回事 大人我会谨记你这句忠告的 不过我真正的意思是 希望您前去打动莱莎夫人 对她 我开出的条件优厚得多 莱莎比凯特琳听话 这没错 不过她的胆子也小 而且我知道她恨你 她自认理由充分 我做客英朝诚实 她坚称我是谋害她丈夫的凶手 对我的辩驳充耳不闻 提良微微向前靠了靠 你看 假如我答应把杀害穷恩埃林的真凶 交给她 或许她会因此对我转变看法 这话让小指头坐直了身子 您找到了真凶 我得承认您挑起了我的好奇 您打算怎么做呢 现在轮到提良微笑了 莱莎埃林得先知道 我这个人送朋友礼物向来是心甘情愿 你要她的友谊还是她的军队 两者都要 小指头黏黏 修剪整齐的尖胡子 呃 莱莎 也有自己的难处 明月山脉里的高山氏族越来越肆无忌惮 树木逐渐增加 装备也日渐精良 这真叫人头疼 提供装备的提良 莱尼斯特说 不过这个忙我能帮 只需要我一句话 啊 这句话的代价 是什么呢 我要莱莎夫人母子奉乔弗里为王 宣誓效忠 然后 出兵攻打斯塔克和图里 小指头摇了摇头 莱尼斯特 你计划的漏洞在于 莱莎绝不会与奔流城作对的 我当然不会这么要求她 我们又不缺敌人 可以动用她的军队去对付兰里大人 或斯丹尼斯大人 倘若她从龙石岛出兵的话 作为回报 我会还她一个公道 为穷恩埃林主持正义 并恢复古地的和平 我甚至会认命她那可怕的孩子 为东径守护 继承其先父的职位 我要看她飞 那男孩的声音在记忆里 隐隐约约的回答 为确保我履行承诺 我还会把外甥女儿交给她 看到贝蒂尔贝里西那双灰绿眼睛里流露出真正的惊讶 贝蒂尔贝里西那双灰绿眼睛里流露出真正的惊论 米塞拉 嗯 等她成年以后 便可以嫁给小老婆公爵 在此之前 她留在殷朝城 当莱莎夫人的养女 请问太后对此有何看法呢 小指头一键提梁 耸肩当即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想想就知道 Lannister 你真是个危险的小家伙 不错 我可以在莱莎耳边对她这么唱 她又露出了那狡猾的微笑 目光闪现一抹促响 如果我愿意的话 提梁点点头不动声色 她知道小指头绝对沉不住气 嗯 好吧 过了半晌 贝蒂尔毫无愧色的接枪说 你打算给我什么好处呢 贺伦宝 观察小指头脸上的表情变化 实在有趣 贝蒂尔伯爵的父亲是王国贵族中地位 最卑微的一类 他的祖父更只是个毫无田产的雇佣骑士 他所继承的家业 只是五指半岛海滨一块狂风肆虐的沿岸 赫伦宝却是七大王国中最为丰饶肥瘦的领地之一 占地广大 土壤肥美 壮丽的主城固若金汤 与国内任何城塞相比都绝不逊色 与他相比连奔流城都显得小屋见大屋 贝蒂尔伯利西便是在那里做过土利家养子 可当他不知分寸地寄予 霍斯特公爵的千金石立刻被粗暴地轰出去了 小指头花了点时间整理披风 但是提亮可以看见那双脚鞋猫眼里闪过的饥渴 对方上钩了 他心里清楚 赫伦宝是个不祥之地 片刻之后 贝蒂尔伯爵装出无趣的样子 这样说 那就把他移为平地 依您的意思重新修建 不用担心经费 我打算让您总领三合流域 这些合间贵族已经证明了 他们有多么反复无常 你就让他们对您宣誓效忠吧 就连图利家也一样 假如我们胜利之后 图利家还存在的话 小指头的表情像极了 刚刚偷咬了一大口蜂窝的男孩 他很想提防蜜蜂 但蜂蜜却太过甜美 赫伦宝 及其所有领地 说服 他行思着 如此一来 你就让我跻身于 王国最显赫的贵族之邻 大人 并非我不懂得知恩图报 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先前在国王继位的危机之中 您辅佐太后 匡扶王上 立下了汉马功劳 杰纳斯斯林特不也一样吗 况且他也心尽得到了这个赫伦宝 可一旦他没有了利用价值 成 便又被收了回去 哈哈哈哈 提良笑着 您可真尖刻 大人 您要我怎么说呢 我需要您 去说服 莱莎夫人 但我不需要 杰纳斯斯林特 来掌管我的军队 提良 耸耸肩 我宁可让您接手赫伦宝 也不愿意见到 蓝里坐上铁王座 这不是再明显不过了吗 这话有理 您知道 为了让 莱莎埃林同意这桩婚事 我很可能得 再跟他上床 哈 我相信您一定能胜任愉快 我曾对艾德斯塔克说 如果你发现 跟自己上床的原来是个丑女 最好的做法就是 闭上眼睛 赶紧办事 小指头 食指交叠 看着提良那双大小不一的眼睛 给我两周时间 了结完手边的事务 然后安排船只送我去海鸥镇 没问题 客人站起身 蓝尼斯特 看来今天早上不仅令人愉快 而且获益良多 相信对你我而言 都是如此 他以鞠躬 大跨步地走了出去 黄披风 在身后 飘动 提良心想 这是第二个 他上楼回卧室 等待 瓦利斯的到来 他相信对方迟早会出现 八成是傍晚 或许更晚 到月亮出来以后 他打算今晚去汇雪仪 因而不希望等得太久 因此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 当食压部的 该他通知他 脸上铺粉的家伙来访时 他颇觉惊喜 宁害大学士 局促成那样 真是没性肝啊 太监故作斥责 提醒您 此人无法报仇 怎么 乌鸦还嫌八个黑啊 难道你就不想听听 我给道朗玛泰尔的信里 写了些什么 哈哈哈哈 瓦利斯咯咯笑着 说不定我的小小鸟 已经告诉我了呀 啊 是吗 提良想听的 就是这个 那你倒 说说看 迄今为止 多恩尚未卷入战士 道长玛泰尔虽已召集诸侯 但仅止于此 可是 他对兰尼斯的家族的仇恨 尽人皆知 世人多半会以为 他要投靠兰里大人 您 劝他打消这念头 这 很明显 提良说 唯一 废人思量的 是您究竟拿什么 去换取他的盟约 亲王 是个重感情的人 至今 都在为妹妹伊利亚 和他的小宝贝 哀悼 家父曾告诉我 为政治人 绝不能让私人感情 影响政治之道 眼下 尖诺斯大人 穿了黑衣 这会朝中就有个 这样的重臣席位 空着呢 重臣席位 的确不容小觑 瓦里斯承认 可要让一个 心高气傲之人 忘记妹妹惨死的悲剧 光这样 足够吗 何必忘记呢 提良 微微一笑 我已许下承诺 交出杀害他妹妹的凶手 要死要活 随他高兴 当然了 得等战争结束以后 再说 华里斯精明地看了他一眼 我的小小鸟儿告诉我 当有人找到垂死的伊利亚公主时 她口中哭喊着某个人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那还叫秘密吗 但 在凯延城中 众人皆知杀死伊利亚公主母子的是 格雷格克里刚 人们盛传 她先杀了墙堡中的王子 手上沾满了孩子的鲜血和脑浆 然后监污了公主 您口中的这个秘密 可是令尊的部下呀 家父会头一个告诉你 拿一只疯狗 去换五万多恩士兵 相当划算 哦 瓦里斯摸了摸铺粉的脸颊 可是 万一道朗亲王不止要求 凶手伏法 连背后主使者也要偿命 怎么办呢 叛军领袖 是劳伯贝拉辛 归根结底 所有命令都是从他而起 但劳伯当时并不在军林 道朗玛泰尔不也一样吗 所以了 用血债血偿 来安抚他的自尊 拿众臣职位 满足他的野心 不用说还要加上金银和封地 这提议的确诱人 然而 再怎么诱人的甜点 都是可以下毒的 如果我是亲王 在伸手拿这块蜂蜜之前 还会有个要求 那就是用来表示诚意的信物 确保不遭背叛的信物 娃利斯露出狡黠无比的微笑 我很好奇 您到底把哪位送给了他 哎 提良叹了口气 你早知道了 对吧 哎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哦 是托曼吧 毕竟您不可能 把米塞拉同时送给 道拉玛泰尔和莱莎埃林 两个人呢 以后记得提醒我 别跟你玩这种猜谜游戏 你会作弊 托曼王子 是个好孩子 如果我趁他年少时 将他自 斯西和乔弗里的魔掌中带开 或许他长大以后 还会是个好人 也是个好国王 乔弗里才是国王 倘若陛下有什么不测 托曼便将继承王位 托曼这孩子天生可爱 又是出了名的 听话呀 威尔弗里斯 你的想象力 也未免太丰富了吧 大人 我就把您这话当恭维吧 总而言之 既然您对他如此礼遇 道浪亲王断无拒绝之力 我不得不说 您办得实在高明 除了一个小小的漏洞 哈哈哈哈 侏儒大笑起来 这个漏洞叫斯西 国家大事 哪里比得上母子亲情呢 或许看在家族荣耀 和王国和平的份上 太后会勉强同意 把托曼与米塞拉 其中之一送走 但两个都要 绝无可能 这要别让斯西知道 他就无从妨碍 万一计划在成熟之前 就被陛下的发现了呢 这个嘛 提梁说 我自然会把告密者 当成死对头了 看着Wallis 咯咯傻笑 提梁心里清楚 第三个 也成了